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梅义琪 他平时除了看文件 几乎不做任何指示 每次开会题目一弄开 就听教授们去找 问他 说校长 他说 五重重 翻译过来 我听大伙的 我听你们的 对吧 然后你们定下来的事 会后 他就把各种决议 迅速的执行到位 几乎是这个 不识不苟吧 这么一种 所以呢 当时的叶公超 用了三个字 总结梅义琪的风格 叫慢 稳 刚 执行完了 谁他们也别说废话 你定 我执行 谁都甭说 呃 呃 陈寅确 他看得就更深了 他说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 可以和梅先生说话 那样 谨言 那样少 那个政府 一定就是最理想的 啊 实在不知道 谁是附和 陈先生哈 所说的这 呃 都说呢 没一起 在清华有三难 就是进校门难 读学分难 除校门 更难 啊 任何一门课 你就得了五思九点九九分 对不起 不考重读 那绝对公正 学生们对他的这三难三言 也谈不上喜欢和批评 但是呢 因为公正也挑不出多少毛病 还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挺有意思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哈哈哈哈 有点牢骚哈 抗战之前 当局成派军队 抓那些爱闹事的学生 没一起呢 代表校方就给了一份 去年的名单 张冠礼贷 该抓没抓着 抓错了 还不好办 学生们也很精绝都溜了 但是呢 没一起事后 还是告诉自己的弟子们 即使参与一点国事 也不要逞强 有些事情 还是校方出面 方便一点 从他上任到抗战 是清华最好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呢 校园里流传着 这么个一种说法 教授是神仙 学生是老虎 职员是狗 这狗也不是贬义 就是忠诚干事 多年以来呢 清华的师生 都认可 这样一种风格 都认可了这位寡然的君子 寡言 少说话的意思 1937年 日军的炮火 轰至北平 清华北大被占领 南开被意味平地 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火种 最后的这点希望 三所大学南迁 到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 明一期呢 任了筹备处主任 当时有个学者 叫许元冲回忆 说有一回呢 三大校长在长沙 看房子 条件很差 北大的蒋梦林说 我儿子如果上学 最好别住这种房子 张伯玲呢 难开吗 他就说 如果我儿子上学 就应该住这种宿舍 锻炼锻炼嘛 明一期说 如果条件允许 就住房子 如果条件不允许 差点也没关系 当然很快武汉沦陷 国民政府说得了 你们赶紧继续往南走吧 就安排这个海上啊 绕到越南逃亡 分几路吧 派了一位宗家护送 最后是一人为伤 也为王 这个王是逃亡的 抵达了昆明 那一天 万人空下 1938年5月4日 三所大学联合的 叫西南联合大学 为993名学生 正式开课 这就是著名的 西南联大时代 三大学校的校长 组成了国安委会 这三个人呢 怎么说呢 按照一种流行说吧 蒋梦林偏右一点 张伯林偏左一点 梅义齐造就是 不左不右 折中 他们学校风格呢 其实也不同 就是北大自由 南开活泼 清华严谨 但是当时 清华的人数呢 比两家加起来还多 而且他们更重要是 腰杆着硬 什么意思呢 就政府给不给钱 美国那个庚子赔款呢 一直是 哎 及时到位 后来怎么办呢 那哥俩就说 嘿 你们有钱呢 人又多 那就你们先撑着吧 那两位 就经常往重庆去跑资金 所以日常管理呢 也就 基本上落到了 梅义齐的肩上 政府确实够意思 但是 那个时候 哎呀 国破 三合 残 哈哈 钱不够 美义齐 没一期 绞尽脑子 因为 很复杂 中国人 你想 他在那种时候 都是那些 最顶尖的 老师学生 在抗战 你想一碗水 端平 不容易 他呢 因为负责 整个的资金 钱 他是一笔一笔 他要给美国人 有交代 要对国民政府 有交代 记得非常清楚 自己呢 青莲卤水 平时 基本不吃肉 也就是什么 青菜豆腐 以至于有一回 外地考察 他 结代之后 他们那时候写日记 他那天就写 菜 和好 但 囊肉 馅儿 太多 未免 泥肺 闲人 那个 包子里的 肉馅儿 有点多了 说 太浪费 唉 这个 这个人 确实是个君子 梅里奇呢 闲暇时间 都著书立说 他呢 总结了自己的 教育思想 学术自由 教授自孝 同侪教 还是清华那一套吧 梅校长呢 外援内方 按理说吧 你在云南 当地 省主席龙云 那对西南联大 关照太多了 可是人家女儿 龙国币报考 联大附中落榜 就叫秘书长 说通融一下 结果回来 说什么 说梅校长的女儿 梅主分 也是 没被录取 你说 真的假的 说 咱们拜访拜访 结果梅校长说 呦 主席来了 吃饭吧 就把那个教育长 潘光淡叫来 一起做陪 聊起这事儿 没一起没说啥 就跟潘光淡说 潘先生 麻烦你 请最好的老师 在晚上呢 为这个龙国币辅导课程 以便明年再考 但是老师的这个家教费 我们学校不出 请龙主席 自己出 龙云 哎呀 也是服了 对这样人也没招 是吧 其实呢 他对这个不开后门 那是由来已久 他的侄子叫梅竹武 报考清华 成绩不好 就去了北洋大学 女儿报考清华 也没够分 就到了燕京大学 现在的人啊 不敢想象这种事情 抗战胜利以后呢 清华又复归北平 他还是做校长 当时呢 由于日本人的破坏 图书一切设备 都要重新的购置 哎呀 甚至那些什么 维生用具啊 书记啊 他们其实比北大惨 我倒不是说北大那些人 周周人这些好 但确实当时清华搞得很乱 他们都从那些 古旧摊上买回来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仅仅几个月 就恢复到了规模 然后哪个教职员工 这方教授们 搬回清华园那天 家具 啊 厨具 餐具 全部佩琴 可见梅校长这个行政能力 到了1948年12月 国共胜负已分 都在争夺高级人才 梅义琦呢 选择去了美国 14号那天呢 飞机来接胡适 都劝说梅先生 你一起吧 这肯定是最后的航班 但是梅义琦轻轻摇头 说这是解胡先生 他们北大 不称 结果那当时也是 炮弹都打过来 结果接他的飞机到 他呢 这才不慌不忙 拎着一台打字机 夹着几本书 还有那个箱子 里边都是票据 淡定的 离开了大陆 去美国 那时候呢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克 说 梅校长你来台湾吧 做教育部长 他呢 还是坚守中间立场 晚些 他跟新闻界采访他的人说 说我不出来 对南方朋友过一步去 我去了就做官 对北方朋友 又没法交代 所以他一生再没有回到大陆 当然啦 那个时候在北京 周恩来就说过 其实梅义琦先生可以回来嘛 他没有做过对我们 什么不利的事情 当时 刘美回国 梅义琦为了 报答乡土的养育子 他就在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 服务了半年 期间呢 结识了 也在那搞服务的 韩永华小姐 韩家跟梅家都是天津八大家 啊 自一自二 韩永华有个妹妹叫韩全华 是刚新家 嫁给了 韩永华 嫁给了韩力皇 后来 韩自己感慨 哎 就这么着 我跟这个 陈墨寡言的梅义琦 共同生活了四十三年 梅义琦 清贫如洗 他也从不利用权力 为妻子啊 儿女们牟利 他在昆明 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 没有青菜 高兴了就吃一点 博菜豆腐汤 弄得没夫人 没办法 自谋生起 带领一帮教授夫人摆地摊 走劫串下 提栏小麦 卖天津特产定胜高 嗯 即使他到了 六十二岁 他还去 一帽工厂 手势店医院 盲童学校 打短工 有四年之久 所以有的男人 你看他 道德高尚 这么着 那是夫人好 有些人其实也不错 做了很大的官 但是夫人他管不住 所以娶妻要谨慎啊 到了美国 明一齐先生 继续管理 更款基金 资助在美的学子 他当时拿的薪水 三百美元 和普通的留学生 一模一样 一九五五年 应邀去了台湾 筹办了清华原子研究所 依旧是勤勉 谨慎 后来有研究专家 黄炎富就说 他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 升格成为大学 他说 真正的清华大学 应该还在北平的清华园 到了晚年 梅一齐得骨癌 住院付不起医疗费 清华校友们听说 半年募捐了台币六十五万 据说躺在病床上的梅一齐 看到那个募捐记录 半上呼吁 流泪不止 很感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 上午十点五十分 梅一齐在台大医院病逝 享年七十三岁 他的医疗费 三账费都是清华校友 捐赠偿还的 他还不起 是后来还 病床上有一个紧锁的小皮箱 当时大伙以为这是多资钱呢 说得了 这点费用没问题 打开一看 嘿 几十年的更款账本 清清爽爽 分毫不差 哎呀 梅先生去世后呢 韩永华回了美国 跟两个女儿一起生活 儿子呢 梅彦祖 1954年去了巴黎 后来 他回到了北京 梅先生去世之后 台湾新竹大学 新竹的清华大学 将他的遗体呢 暗仗到了校园内 命名为梅园 供四人沾养 当时有人提出异议 说校长这么多 如果哪一个死了都葬在校园里 那校园不就成了墓地了吗 资商委员会讨论后 回答说 清华只有一个梅义旗 是啊 清华由小小的预科 发展成为中国第一 如果我们不了解梅义旗先生 是很难厘清的 那时的清华 没有人为见解不同 解聘过任何老师 1932年 梅先生对新生 发表了大学意义的演讲 认为 只有热心是不够的 国家需要的是 科学训练下的 专门服务 他说 拿半熟的主意去做实验 仿佛是吃半熟的果子 不仅对身体无益处 反倒肚子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了 杀手 打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